PS5游戏机的黑屏一般有五种情况 三种情况是正常的 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比如我们在玩高刷游戏的时候 从60帧切换120帧 它会黑屏 第二从主界面不带HDR 进入游戏支持HDR 它也会黑屏 当你的屏幕支持VR的时候 它也会黑屏 切换的时候也是两秒左右 那这三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那不正常的呢 如果你的显示器或者电视不支持VR 那么当你进入高刷游戏的时候 你的屏幕就会闪屏 黑屏或者长时间的黑屏 因为目前大部分的显示器 都是不支持VR的 而且很多电视也不支持VR 但是有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虽然它不支持VR 但是在PS5里面 屏幕与影像是可以打开VR的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把它手动关掉 不要选择自动 这是第四种情况 这种情况很常见 因为不是所有支持高刷的显示器 都支持PS5的VR 买屏幕之前最好问一下客服 不管是电视还是显示器 最后一种情况的黑屏 那就是游戏中黑屏 那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PS5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视 或者显示器接口的问题 那这种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你可以换一条线 或者换一个显示器 或者电视的接口 用来排查 因为有很多显示设备 特别是电视 可能有四个HDMI接口 但是其中只有一个才是2.1的 甚至还有的是假的2.1 这个都有可能